最近澳门新闻局重提设立待审查性质的出版委员会 引起新闻业界炮风连连 对于新闻局声称 这次修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媒体 有前些记者就批评新闻局是说一套做一套 局长说做了这么多事 其实都为了保护我们 因为要做传媒这样 要为我们遮风挡雨 其实在你坐任期间 我想在座很多行家都会觉得 其实是新闻自由和采访权力倒退人 如果你想让传媒朋友 可以更加有自由去报道 你们少点派人到电视台去剪片 又或者是你们多点 给一些前线的记者 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之下去采访 其实这样已经足够了 对于新闻局一再强调 这次修改两部传媒法规 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新闻界 有前线记者直言 实在是感受不到新闻局的温暖 同时质疑当局在没有咨询业界的情况下 单方面启动修法动机非常可疑 一个行政部门 它是一个被新闻机构监督的对象 一个出版法或者一个牵涉到新闻 法规这些这样的法律 我想是跟其他的法律 是有一些的分别 因为是我们监察力的 在回归前 仍然是业界代表的陈志平 当年也曾经是反对出版委员会的先锋 但如今执掌新闻局之后 却就是重提 陈志平就否认立场有变 并非切头切尾地反对出版委员会 而是由于一些先锋条件 未具备的情况之下 才是反对的 现在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这样 我没有认为具备条件了 我没有认为 由前线编採人员组成的 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 又向新闻局提交修法的立场性 传协强调反对设立 带官方色彩的监管机制 又批评新闻局对修法指示 一直强调 没立场 没想法 没时间表 新闻界根本无法在假设的情况下 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 而为是澳门综合报道 对修法指示